高雄市政府在爱河畔打造高雄星光大道结合港台影视明星 导演像是亚洲影后珍珍 导演李行还有第一名模林志玲的老公Aquila等人 还有多位高雄出身在各领域的杰出人士 一同留下手印一共有50组 就在爱河畔人行道上 循着群星手印漫游爱河正式亮相 高雄星光大道请以后成功 拉下彩带高雄星光大道正式亮相 亚洲影后珍珍身为群星代表 特地出席与自己的手印合影 兴奋的还有她 很赞 年仅10岁的宝可梦电竞赛世界冠军无比 手印也印在爱河畔 美好美好的这个星光大道的手印 在这么迷人的这个都市城市里边 亚洲的好莱坞又向这个国际前面迈进了一步 有一些是明星 有一些是对高雄有重要意义的人物 的一些手印可以让在这个过程中留下更多的历史记录 让这个高雄的这条爱河有更多的人文素质在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独一无二具港都风情的星光大道 手印结合港台影视明星导演 以及在各领域不断努力 有杰出表现的高雄之光 一共50组一亮相立刻吸引民众抢拍照 让更多人到高雄来可以多一个多停留 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惊喜 让高雄一直都不一样 一直都有吸引新鲜的观光客 新鲜事会在高雄来发生 漫步爱河畔 保览河岸风光 如今又多了新亮点 新景点追星 有话题势必也能带动观光 记者蔡丸如庄纪委高雄报道